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他等一等我们要求他的正服 反射坡或者穿射坡的正服的时候 我们不但是要用到边界的连续条件 我们还要用到坡 它是一种横坡的性质才能够求出来 这个各位一定要仔细听的 要不然以后这种题目你就做不出来 我们看第五个例题 它说每平方公尺有十瓦的电磁波 它的频率是200个MHz 在非磁性无耗损介质中传播 无耗损介质 那么非磁性就是它的μR一定等于1了 那么它的电场是这个 你看它的电场跟我们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它有什么 三个分量 看到没有 X分量 Y分量 Z分量 我们前面所谈的电场 像平行偏称 它只有两个分量 这个有三个分量 那么就斜色在XY平面的理想导体表面 就像我们这个图所示 这个理想导体 这是表面 这是XY表面 电磁波是从里头传出来 那么KI就是它的入射的一个单位向量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呢 求入射角 它的incident angle 以及它的εR 相对界电常数就是εR 然后card B E0 就求这个E0 这个应该是什么 然后求反射波的向量形式 反射波 还有入射波与反射波之偏正形态 好 那现在我们刚刚已经看了这个图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它给我们的电场 本来是这种形态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种形态 就是说 它的正幅啊 有三个正幅向量 有三个分量 一个是X 一个是Y 一个是Z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比较的话 就是说这个式子 跟它给我们的这个式子 做一个比较的话 那X分量跟X分量比较 那我们就 就得到 EIX就是等于根号2 E10 本来就是这个 本来就是这个 但是因为后面有的都有这个 Face Face Angle Initial Face 所以这个呢 我们也把它的Initial Face 零度啊 就把它写上去 好 AY 跟这个比较呢 它是等于 负的2 根号2 E10 但是这个负号呢 就是负1的意思啊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Exponential J的π次方 Jπ次方 好 那Z分量 Z分量比较起来 它有一个J J就是Exponential J二分次π次方 因此 这个入射坡 电场的三个分量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 OK 好 我们现在 看一看 A Part A Part A 好 这个就是 入射坡 它的相因子啊 相因子 那么它给我们的这个相因子呢 是这个 它给我们像 这是标准形态啦 标准形态是这样子啦 它给我们实际上的数字 啊 是这个样子 啊 于是呢 我们 现在就把 啊 这个 这个把它展开 J 这个J 这个J应该不要写 这个J 不要写出来 啊 这个J不要写出来 我多写了 就是K1 等等 这个应该还有一个 K1这个应该是 向量 K1这个是向量 OK 这是向量 我少了一个箭头 向量 这个J先不要写 就是K1 这个就要加一个箭头 Dot R 那K1呢 也改成Beta 1 这个地方也改成Beta 1 Beta 1 好 那么这个就是Beta 1X Beta 1Y Beta 1Z 它三个分量 Dot R R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已经算过很多次了 然后这两个Dot以后呢 它就 等于这个AX AY AZ 就换成XYZ 就是这个值 而这个值呢 是等于 根号2Pi X加Y 就是这个 这个J不要 这个J不要写 好 那么我们从前面的结果 Beta 1X 实际上它是等于Beta 1Side i 入色角 入色角 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X前面的这个系数 根号2Pi 那Beta 1Y 等于这个也是根号2Pi 那Beta 1Z呢 就是0 因为 只有XY 没有Z嘛 所以就是0 好 向常数Beta 是等于这个 这应该写Beta 1 这个 改成Beta 1 因为这个是 第一区的 第一个介质里面的向常数 是等于这个 三个分量平方核 再开平方 好 它就是这个东西 把这个值带进去 就是二分 2Pi Rating per meter 好 Tangent Theta i 就入色角 因为入色 它现在只有这两个 那么这两个一比的话 这个值 比上这个值 就是Tangent Theta i 它就是Beta 1X over Beta 1Y 它就是根号2Pi over根号2Pi 就等于1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求出 它的入色角 是四分之Pi 然后我们说 它就等于反色角 这个我们都没有经过 这个 边界条件 因为这个不需要 我们 不管你是什么样 偏正的坡 我们从Snail's Snail's Law of Reflection 我们都知道 它的反色角 要等于 反色角 要等于入色角 所以Zeta r 就是Zeta i 所以这个Zeta r 也是等于这个值 好 那现在我们把 Beta 1XZeta i 等于这个 而Beta 1 乘上Zeta i 就是Zeta 就是四分之Pi 那Snail的四分之Pi 是根号2 就等于根号2 Beta 1 因此Beta 1 就是等于 根号2 乘根号2 再乘Pi 那就是2Pi 而Beta 1 它又等于这个 我说这个一定要记住 Omega乘上 根号 μ1Y 这应该μ1Y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写成μ0YR 乘上μ0乘上μR μ0乘上μR 那μ0μR就是C分之1 对不对 那Omega就是2Pi 然后这个根号 你都生下根号 YR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解出 YR YR 你看 我们拿这个 跟这个相等 二分之Pi 约掉 那它就是 F分之C 然后大家平方一下 然后我们把光速带进去 Frequency 200个MHz带进去 平方就得2.25 那我们就把这个 入射角 也知道 求出来 10也求出来了 然后YR也求出来了 好 我们看这个 Part B Part B呢 我们看看题目 好 题目要求 Part B是求10 求10 Part A是入射角 C的I 跟YR 好 我们现在求 10怎么求呢 我们就有平均的功率密度 要等于EI Over 2A 这应该是平方 EI这里应该有个平方 漏掉了 它绝对值得平方 OK 这个地方加一个 加一个平方 在这里 好 它是等于 三个分量的平方和 那这个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求出来了 它就等于 更二 更二 加这个 只有绝对值 绝对值 你可以看看 我们 前面的 给我们的 你看 X分量 Y分量 也是这个大小 它只有绝对值 不管Face 你这负一 不管的 这个J不管的 所以它就是10 要注意 好 那加起来以后呢 那 里头全部加起来 就是两倍的10平方 跟2分之12除掉 消掉就变成 eta分之1 那么 这个是要等于10个瓦特 per meter square 这是它给我们的 题目给我们的 平均功率密度 是等于这个 然后由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求出 10要等于10倍的 ETA1开根号 那么 我们现在 ETA1呢 我们可以 把它变成 ETA1 它就是 μ1 over Epsilon1 然后 然后μ1里头有μ0 Epsilon1里头有 Epsilon0 更号 μ1 μ0 over Epsilon0 就是等于 ETA0 这就是 377欧姆 或者 120 π欧姆 然后分母里头 就还剩下一个 Epsilon2 R 因为这个μ2等于1 所以 这个 这个是等于 2.25开根号 除一除的话 就是50.1个 Volt per meter Volt per meter 好 那么 我们就把这部分 求出来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要 看一看 好 我们再看看 它 C是什么 求反射波的向量形态 反射波的向量形态 好 我们假设 这个反射波 反射波 我们假设 还是这个样子 不过它现在是什么呢 前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 等等我们看看它 原来的狮子 好 这是入射波 对不对 入射波 它就是10 10 好 那么 如果是 反射波的话呢 那我们就 假设 我们假设 这是入射波 我说错了 入射波 我们还假设 我们先把它 化成这个样 化成另外一种形式 我们再来看 反射波 入射波 我刚才说过 它有三个分量 我们没遇到过 三个分量 为什么会有三个分量呢 那就是 Z Z是一个分量 那这两个呢 AX跟AY 这两个合成以后啊 它是 XY 我们可能还要再看一次这个图 你看这个Z轴是 是从里面出来的 那这个波呢 它是在 XY平面 所以 它有X 有Y 这个分量的话 那这个 电厂 有一个分量 是在这个 XY平面上 XY平面 这里 我们看不出来 你只是看到它的式子 它有两个分量 那么 这个分量 有了以后呢 那么它还有一个 Z分量 那我们就把 X跟Y分量啊 先把它 XY 这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我们先把它当做是平行的 因为它跟这个 XY平面 平行啊 这个是跟 XY平面 垂直啊 那就说 这个电磁波呢 它现在就有 平行分量跟垂直分量 就跟以前我们看的这个 偏正波的时候啊 电厂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X分量 一个是Y分量 比如说 朝Z分量走的时候 一个是X分量 一个是Y分量 X分量跟Y分量 就是垂直啊 互相垂直啊 那这个也就是 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 是垂直的 这个垂直的 OK 以前我跟 希望各位要注意就是 以前我们比如说 你要讲这个 Phase Difference 一定是5Y 减5X 你要讲到它的 Ampitude的比值 A一定是 EY over EX 那一定是Y Y往X方向 那比如说它从 它的行进方向 行进方向是 Z方向的话呢 那它就是Y往X方向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行进方向 是Z方向 那我们就 就从这个 这个 将来就是这个 比上这个 它的这个 正负 然后Phase Difference 是这个Phase 减掉这个Phase OK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现在把这个 这个原先就是这个嘛 垂直偏正分量 这个呢 就叫做平行 偏正的分量 好 入射波与反射波 单位向量分别是这个 这是入射波 那反射波呢 是这个 你怎么知道是这个 你从图上面看 你把这个反射波 写出来 你看这个是入射波 反射波在这里 好 反射波在这里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Kr写出来 Kr有两个分量 你看它X分量是正的 Y分量是负的 对不对 从这里可以读出来 所以Y分量是负的 好 我们现在 知道这个以后 因为你要 求反射波 或者是 穿射波 一定要先把它的 行进方向的单位向量 先写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 求出来 这里是把它 从这图上把它写出来 好 然后我们假设 反射波电厂 垂直 偏正分量 是这个 我们要把它分成垂直分量 那它是等于这个 amplitude amplitude 那这个呢 这个就对了 它是 应该是beta1 如果它没有穿射的话 不管穿射的话 你就写beta可以 这个dota 这个东西 beta beta跟Ruzerpo一样 kr就是这个 那么它就可以写成 az 我们假设它方向 还是az 它可以是az 可以是负az 但是我们假设它现在是正的 但是到底是正来负的 要等这个值 搜出来才知道 它如果是正的 就是正的 它如果是负的 那就表示 我们这个图啊 画的跟实际上的正好相反 好 那么 face factor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假设反射波的电场 平行偏证分量 这个平行这里 画不出来 这个电脑显示不出来 它没有这个符号 那么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也是有 它分成 因为它是在xy面嘛 它可以分成x分量 跟y分量 然后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都是平行 这个是平行 OK 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要用边界的连续条件 来求它的分量 你看它现在的分量啊 它位置数有几个 这是一个位置数 这个也是一个位置数 这个也是一个位置数 有三个 以前我们最多只有两个位置数 对不对 现在有三个 那么我们跟以前一样 用这个边界的地方连续条件 边界地方的边界处 入射波的总电场 跟反射波的总电场之和 入射波的电场跟反射波电场 加起来就是总电场 当y等于0的地方 y等于0的地方 你要记得那个图 你们有假意 可以从假意上看图 我这里就不需要去翻来翻去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 它现在只剩下一个x了 这里只剩下x OK 只剩下x 然后前面 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 本来都有嘛 这入射波 这个跟这个 等于0 好 这个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 因为 另外一边是 perfect conductor 它没有穿设 所以 E2就是0 然后我们两边 x分量等于x分量 那就是这个加这个要等于0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等于x的这个 x的这个 OK 好 那这两个分量呢 因为10知道 10知道 所以这两个分量 统统知道 只有这个分量 不知道 这个分量是什么 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要 用电磁波 是横波 横波就是 我们现在是反射波 反射波 它的方向 要等于0 OK 好 这个是什么 你看我们 反射波已经知道什么分量了 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 好 那么 反射波的 就是反射波 它整个的分量 反射波 应该是说 它的平行分量 这是平行分量 平行分量里面有 有ox跟 有x跟y x跟y 到底以后要等于0 然后我们从这里头 我们再把这个画一画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东西 k2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是这个 你把这个展开 就是这样子的 于是 这个等于0 等于0 那么我们就 发现这个 垂直分量 这个是 垂直分量 这个没有映出来 要 rx ry 等等 这个没有映出来 我都看不出来了 等等 反射波 反射波 反射波是这个东西 反射波 你要看它的整个项量 .r 要等于0 .kr 要等于0 所以它内向是 等于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里头的 这是 平行偏证 这是平行 平行偏证 平行偏证 这平行偏证 平行偏证 OK 这都是平行偏证 平行偏证的x 跟平行偏证的y component 所以这是平行偏证 所以说 它的平行偏证的y 要等于平行偏证的x分量 等于负的这个东西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这是垂直分量了 好 这个是平行分量了 平行分量 平行分量 我们 求出来这两个 这两个 安倍就是相反 我们再退回来看 再退回来看 平行分量 我们假设平行偏证在这里 在这里 OK 它要等于 本来是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呢 要等于负的这个 对不对 好 这个y等于负的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 于是 它这个 刚刚两个都是 这都是正嘛 现在就是 好 我们求出来说 这个平行分量 它是这个样子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值呢 带到这里来 这个值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反射波的电场 反射波的电场 我们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 入射波的偏证状态 入射波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是在 xy面上面 我就 假设它的方向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就是 这两个方向和 好 那么 这里就告诉你 这个东西就等于 根号二乘上 分支这个东西 平行分量的电场 好 入射波的电场 于是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 垂直这是平行的 这个 这个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写成 我们以前 判别的形态 A Exponential J Delta 那现在呢 你看它是朝这个 Z方向 朝Z方向行进 Z方向行进 那么 现在这个 真的 Z 不是 它是朝这个 X方向行进 要再看看这个图 它是朝 Y的方向行进 这样子行进 OK 这样子行进 所以你现在要 要比的话 就是说 你的 你的右手指 要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去 朝这个方向去的话呢 那么 以前我们说 你朝Z方向的话 它是 X Cross Y 等于Z 那么你现在朝 这个行进 方向去的话呢 那么应该是 那么它就是 这个 分量 比上 这个是垂直分量 这个是平行分量 平行分量 那么 这个 平行分量 你从右手去 比一比看 你最好把这个 这个坡 在这个图上面 把它画出来 OK 比如说我现在 我们从这里来看 我们这样讲 都 都 看不出来 这个是 一二 一的垂直分量 然后 这个 一的平行分量 在哪里呢 一的平行分量 那么 我们 从 平行分量 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到 平行分量是 X正的 Y是负的 好 X是正的 Y是负的 那它是 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对不对 朝这一边 所以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 以前是 Z分量 朝Z方向走 Y cross X 那现在 它这个是 垂直的 X 平行的 是 是往这个方向去 所以它现在 我们 要求它的 这个 入射坡 入射坡的 电场 在这里 那我们是把 这个 它是这个 X这个 是行进方向 那就把 这个当做是 Y 这个当做是 X 那就是 这个 Face 这个Ambitube 比上 这个Ambitube 的大小 你看 这是1 然后它的Face 这个都一样 它的Face 就是 这个Face 当做1的话 那就是 就是 1的话 那它就是 等于 Exponential 0度 这是 Exponential 2分子π 所以 0解2分子π 就是 负2分子π 那么我们就知道 如果是 负2分子 这个等于1的话 那这个是 一个 原偏正 然后 负2分子π 的话 就是 右手 偏正 右 是 右旋 原偏正 右旋 原偏正 OK 这是 你看到 路斯坡 朝你而来 如果说 你现在 是 看这个路斯坡 往那边 去的话 你站在 这个 坡园的后面 看它 往前面 前进的话 那正好 就是 左旋 左旋 OK 那么我们再看 反射波的偏正状态 垂直分量 是这个 这个 这是垂直分量 这个是它的 平行分量 那么这两个分量的 单位相当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这样子的 写成这样子 好 现在 我们就要看了 现在变成这个 在后 这一项在后 这个在前 这个在后 这个在前 就算你看这个 你比如说你看那 偏正波 反射波 朝你这边而来的话 你还是要回到这个图了 这个图 没有办法画在一个地方看 你看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反射波 反射波 它的电场 刚刚反射波电场 已经在这里 这是入射波的电场 反射波的电场在这里 反射波的电场在这里 好 那现在呢 它就是等于 反射波电场 那反射波的这个 我们现在画的是 这个方向啊 这个是垂直分量进去的 所以它现在是怎么样呢 一平行 cross一垂直 是它前进的方向 所以 后面的这个 这算后面的 这算前面的 所以比的时候 是这一项比这一项 是一项垂直分量 比上一项平行分量 是等于一零比上一零 然后这个呢 它是二分之拍 这个费是零 零 所以它是正的二分之拍 所以反射波迎面而来的时候 是成左旋 原篇正波 因为正二分之拍 是左旋 所以这个题目啊 相当的麻烦 相当麻烦 那么下面一题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把这一题啊 讲完 我们就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你们回去 回去 你要看这个 你回去看的时候 看这个 你的讲义上面的图 可以分开来看 你配合图上面看 看它这个 这个垂直分量跟平行分量 你把它弄清楚 你给我听着 你给我听着 我听着 你给我听着